透過網路投票的方式 全民當市長的理想可以實現 強調全民參與市民當頭駕 北市府研考會 推出一年市政iVoting投票活動 爆發重重爭議 全部都在忙著選舉 選什麼東西呢 因為他們在做iVoting 就是顯現了一個造假的文化 失真的調查以及偏頗的結論 台北市官傳局局長 檢獄院就被點名 在臉書公開拉票 公民參與難道輪為市政秀舞台 你有聽過主計處嗎 主計處沒有 我們不知道台北市政府下面有什麼單位 台北市政府共32個局處 市民姆薩薩 主計處肥管處沒聽過 投票方式更令人匪夷所思 被灌票的狀況之下 得出來的東西就是假 這就是我們柯P一直在領導的 這樣的台北市政府 投票不限資格 只認電子信箱 一天還可以投一次 而且不限台北市民 這票選結果恐怕失真 引發有灌票嫌疑 台北市政府所做的這件事情 它有多個面向 各個局處的重點 市政計劃的那個 我相信市府是比較保持開放的態度 面對批評聲浪 研考處回應 Ivonti終點是市政行銷 這要介紹各幕僚局處的美意 恐怕打了不少折扣 東森財經新聞 陳兒平 林燕任 台北報導